对了 对了 有件事我想了好几日 已经想好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日说了吧 宇如啊 以后这个家就由你当吧 顾家商号大小诸事 以后都由你来做决断 我们一日一早便把这个决定 告诉商号上上下下的掌柜们 不行啊 娘 没有您的提点我不成的 宇如 你天赋过人 又跟我历练了这么久 如今幽州的风土人情 从商规则 我也得从头学起 没什么可提点你的了 可是 我毕竟太年轻了 我当年 历生经商的时候 也跟你差不多大 就是因为年轻 才更有心气 往后你就能惹多劳 我老了 力气和心气都不够了 然后 我就负责照顾你爹 留下的那些花草盆栽 他最宝贝那些老实子 我要是管不好 等他回来 得对我吹胡子瞪眼呢 我的宝贝 跟你说哪吹胡子 您 还 мог 如定 ze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